天荒地老 最好忘记 笑也轻微 痛也轻微 生老病死 伤罪分离 身不由己 心不由己 曾经我不太相信定了失明 曾经我想去反抗命中注定 如果我感觉身体会发安静 谁愿停 在岁月里飘我尘 是我的命运 无望中亚人 豪腹中贪心 要爱换尽相教训 妄想周近 因此生出了遗憾 如果我可以改变 就勇敢地留住你 豈有此 豈有此 那個牛捉了世就要欺騙我 簡直有無無王法 老爺 二老爺 對了, 叫你辦事辦人怎麼樣 警察廳那邊我已經打了招呼 疏通好了 劉廳長說會親自處理這件事 不過也不能支援他們 發散的事一定要找到那個牛下落 我叫了阿生帶了幾個徒弟去找 一旦有消息就馬上回來通知我 二老爺, 你不用這麼擔心 就官福大命大, 一定會逢凶化吉 其實我們搞這麼多事 都不是對證下藥的 說到底二牛 只是想還他自己一個清白 我們就在新聞紙裡 幫他得出一段啟事, 澄清一下 他自然會放回誓咒 那個牛捉了你兒子去依氣我 逼我去就範 要聽他說去做 那就是要縱容他, 向他屈服 我不管你怎麼想 我現在最重要是誓奏 能夠快點平民安安回來 其實要你這麼做是很公道的 是你冤枉人在先的 行…我知道你現在心情很亂 需要一點時間冷靜一下 沒時間了, 總之按我的意思做 阿忠, 你明天就代老爺 在新聞紙裡登了一段啟事 幫我以後澄清所有的事 交代得清清楚楚 是, 二老爺 重有, 你要寫明 說我絕對不會追究他 老爺和細袖的事 知道嗎 你不用擔心 行…這件事我有主張 希望他們看到這件啟事 馬上放人 二嫂, 你別這麼擔心 不要緊, 爹在天之靈 一定會保有細袖, 平安無事 二嫂 大嫂… 不用起來了, 來, 坐一坐 二嫂, 我和大姐特地過來看你 我還等了二娃給你吃 我給你吃 你們有心 但是我沒胃口, 我不想吃 沒胃口也要吃一點 你整天沒吃過東西 你看看你臉青青, 這樣也不行 三姑娘 怎麼整天只有你一個陪著二嫂 是啊, 二哥去找大哥 商量怎麼救世走 那我就在那陪二嫂 那個秀行也是 發生這麼大的事 整天躲在房裡 怎麼都要過來看二嫂 你說是不是 二嫂, 來, 趁熱吧 阿雲, 怎麼樣? 這裡 二嫂… 二嫂… 二哥 是呀, 和老爺談得怎麼樣? 曬宅什麼時候回來? 不用擔心, 沒事的 那是什麼時候? 你和大哥是不是已經想到 夠細節的方法了? 我們打算在新聞址登頓看事 澄清當日, 王二威沒有偷東西 而且答應不會追究這件事 我看王二威看到的話 應該會放回世袖 那就好了 老爺肯答應這麼做嗎? 到他不答應嗎? 這件事是因他而起的 如果他當日處理得好一點 就不會弄成這樣 總之沒事就還得神樂 我都說世袖會驚人天上 我沒說錯了吧 是啊, 既然二叔回來了 我們不妨礙你們了 你勸二嫂吃點東西休息一下 我們先出去 我出去吧 明堂, 你不用擔心太多 看一看 整個人都下風了, 進去休息一下吧 我出發吧 他出發整個 estranger 我出發的甜點 是誰 我出發的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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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 finds到嗎 你不是哩排ỗ bought 是嗎? 難道我注定跟她緣分未準? 二奶奶, 你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會? 麻煩, 大嫂提過 看孔明燈是這裡的習俗 除了可以消災解難, 還可以祈福 我希望今天放完孔明燈 世俗就可以平安地回來 上天一定會本有奏官的 小心點, 二奶奶 三太太, 你看看, 升來了 二奶三太太和秋菊 三太太, 你看看, 升來了… 二奶奶 二奶奶,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是這樣的 三太太想幫奏官祈福 所以叫我帶點東西上來 放孔明燈 你們看看, 剛才我上升了一盞 我上升了 阿嘉, 我們去弄空明燈 好 細嫂, 謝謝你這麼有心 細就是上家的子孫 他有事我心都不安心 想不到我們臨走會發生這種事 要大家操心, 我們也不好意思 為甚麼二叔不陪你來 原本他也說想陪我 但是我叫他不要 我寧願他休息一下 養足精神去救人 你真的很疼細嫂 你一定放了很多心機在他身上 雖然他不是我親生的 但是他對我一點也沒有抗拒 是, 細嫂他真的很生性 他最喜歡我說故事, 暗拒睡 是, 他小時候也很想我說故事 暗拒睡 有一次他不小心, 叫了我一聲的媽媽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你說下去, 我想聽 以前我有時間, 就會過去陪他玩 他玩得不肯睡著, 叫我講故事暗躺睡 很多小孩聽一陣故事 就很快睡得著了 他就不是, 越聽越精神 不斷讓我講故事給他聽 總之有一次, 我不肯再說下去了 他總是要我說 吵吵我, 總之叫了我一聲的媽媽 我想你說故事一定很動聽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說故事給他聽 他要不就掩剔故事, 說過了, 很悶 要不就說到第八句, 已經睡著了 醒了… 二奶奶, 三太太, 你看 第二盞都升起了, 你們快去吧 春日夜, 二奶奶, 三太太 你們下來, 夏天有兩個包 來, 來, 吃吧 拿些包給客人 好 來, 包, 這邊 幹甚麼?偷東西? 幹甚麼?走, 有人, 有人 你瘋子, 你還不走?你瘋子 你瘋子, 少爺仔 你不要過來 你不用怕我, 我不會傷害你 你整晚沒吃過東西, 應該肚餓了 我把熱辣的碗頭拿回來 少爺仔, 你吃吧 如果不趁熱吃, 碗頭冷了就像石頭一樣 吃不住了 我解開你的繩子, 你自己吃好嗎 小爺仔, 你不要生我 小爺仔, 我抓你回來, 只是逼不得已 我只想老爺還一個清白給我 只要他肯這樣做 我就會馬上放你回去 我已經死了 為甚麼?抓我?不是生還是死?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為甚麼你掩罪我? 你整天都不太好人, 個個該死 這單位在這裡, 每一個金牌的大小和重力 我們照著陳師理的吩咐去做 這裡還有簽名, 我們別做錯 那就是我錯了 既然這樣, 以後我不會再上銀流訂貨了 陳師兄, 不好意思… 我想這件事是我伙伙弄錯了 這樣吧, 今天早上再做過 而且保證一定準時交貨 那就差不多了 陳師理, 我送你 為甚麼?為甚麼你這樣做? 你今天做錯了, 就重申再做過 我問你 你為甚麼要登圓洪緝納黃耳牛的啟示 不是道歉啟示嗎? 你知不知道這樣做, 會害死世袖的 劉雲大人, 這裡還要做生意 二老爺, 不如上房再談吧 做生意重要, 還是人命重要? 誰是人不讓你做生意 你不分成熊做伯, 跟他說對不起 現在我兒子被人抓了, 生死未卜 我兒子, 只要你肯說一聲對不起 就可以救到他了 那你也不說? 你好, 阿慧 我今天又說錯了嗎? 你說不說? 你不說是嗎?我代你說, 我代你情證 大家聽著 當日上銀樓不見了一個設計圖 你們的老闆上銀說是黃耳牛偷的 所以就辭去了 你走開, 但來實質一次契圖找回 黃耳牛並沒有偷渡 是他冤枉我黃耳牛的 黃耳牛善斷, 天啊, 我不做 阿雲, 你泰哥又沒有被人騙 你因為泰哥同情了黃耳牛 所以相信他一面之前 我告訴你, 他那種銀魂 得一黃耳 阿雲, 我絕對不會向他妥協 如果我就這樣屈服 那我們上街佛山還有一頂棋 到這個時候你還抹大雙眼說謊 你是不是寧願犧牲了我兒子 你也不認錯? 阿雯, 我知道你很喜歡你的兒子 不過你放心, 有事不用鬼推我 世走一定會救得來的 還有, 我們上街佛山 沒有人敢動我們一條頭髮 好, 如果世袖少了一條頭髮 我也不會放過你 東部人 放在這裡 你給你們帶一條東西 行了 你自己也要小心點 你一定要平安帶世袖回來 放心, 我聽到消息 說以為在西家茶凌附近出現過 我們那裡找找, 一定找到世袖的下落 二叔, 我叫阿全多帶幾個人 和兩隻狼狗 和你一起上山 希望盡快找到一輩子走 謝謝你, 大嫂 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 你萬事要小心 我會的 二老爺, 不如你讓我跟你們一起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 你去幫忙, 還是要幫助忙 我和二牛哥認識了這麼多年 我之前有救過他 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的話 說不定可以勸他放回袖官呢 你說得對, 麻煩你了, 智慧 不行, 我也要去 你去?你學什麼人去?很危險的 不准去 弟弟不見了, 我也要負責任 老爺, 如果我現在也不出力的話 我怎麼對得住他? 細祖, 我知道你很有心 但這次不是說玩的 你乖, 你聽你媽媽說的 是呀, 別去了 平時我也不聽, 何況這次 不行, 我一定要去 誰都阻礙不了我 阿安, 你替我照顧少爺 不要讓他有事 知道了, 大奶奶 細祖, 那你放心吧 細祖這麼大一個人 還有這麼多人跟著 一定不會有事的 細祖, 你自己小心 媽媽也是你的兒子, 知道嗎? 是呀… 二叔, 這是我之前幫銀樓 設計補平安的金牌 你抬著它 希望補余細祖和你平安 謝謝你, 細祖 我們出發了 小心… 小心點 金牌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細祖這一大一向都很荒涼 怎麼突然會這麼容易罵? 如果我沒猜錯, 他們當然是來捉偶 你可是我最熟 這個黃耳猴走不出我手指下的 你只有一個人, 怎麼救我兄弟呢? 快點… 怕你嗎? 什麼?你想死嗎? 你試試 人多沒用的, 最重要是有這件事 找不到的生的, 帶死的回去 我看見他, 都是有賞金的 什麼東西吃?那是二牛? 你看看 走 二牛哥的運氣這麼衝動 又這麼偏激 我真的怕會刺激到他 我也是這麼想的 敲山震撫 但是這樣對死就更加不利 事不宜遲, 我們要趕快他們找到二牛 來 大姐 飛飛, 我燉了一些松草 淮山杞子老火湯給你 讓你可以安胎養神 大姐, 你對我真的很幸運 經常熬些東西給我補身 湯我就可以幫你熬 但是出入就要你自己小心 不要像上一節那樣滑倒就糟糕了 知道了 飛飛, 現在你懷著上家的骨肉 萬事都要小心和忍耐 多點休息, 少點操勞 待會你幫老爺添到藍丁的話 我們上家真的不會代薄你的 我知道我這個責任更大 不過運在這房間裡真的很悶 不如這樣吧, 大姐 我們找麻三姑娘和阿二打麻雀 有你在這兒就不怕了 四太太, 近日家裡發生了事 上上下下都看得停不了手 還變得心情打牌 對了, 都門說得對 等事情先解決了, 遲些你說要打 我們天天陪你打也行, 是不是 忍耐一下 如果你怕悶的話, 有空看看書 知道了, 時間很快就過了 湯要趁熱喝 知道 我們走了 翠竹, 你替我好好照顧四太太 是, 大奶奶 喝湯吧 四太太, 喝湯吧 不喝, 我叫她打麻雀 她叫我看書, 荒門不死 待會我開流星機給你聽 不聽呀 不聽呀?聽來聽來都不夠手 那大太, 你想怎樣 我想出去逛逛 翠竹, 陪我 等我呀, 太太 太太, 你現在心情好一點了嗎 好鬼好嘛 太太太, 你在房間又說悶 出來你又說悶, 你究竟想怎樣 我想跳舞 我想去銀發貨公司, 我想去看影畫戲 太太, 這裡是佛山, 不是上海 為什麼在佛山這麼悶呢? 算了, 上家在佛山, 畢竟有頭有面 你嫁進來, 算是有個歸宿 不休息又不休住, 也不錯呀 好, 很悶呀 之前打算找好人家嫁了他 所以琴琴請嫁了過來 早就這樣, 玩一會兒吧 要嫁就一定是趁早 好呀 最初嫁到佛山之後 不是對著那個老人 是對著那幾個婆娘 每天都困在房間裡 我簡直覺得自己老了幾十年 怎麼會有個芊秋? 弄得這麼粗粗 一定是工人平時用來玩的 好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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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彈, 你怎麼樣? 慢慢呀 好玩呀 好玩呀 祈求祖先庇佑, 世袖逢空化吉 二叔可以平安回來 如果可以一家團聚 師父願意接受十年 太太, 沒人了, 小心呀 太太, 你流了很多血呀 太太太, 以為我拒絕了 我拒絕了 剛才我拒絕了什麼事 你先坐下, 慢慢呀 小小小 太太, 你怎麼樣? 沒有了, 胎子一定沒有了 那要不需要通知老爺? 不要, 老爺最想我幫你生兒子 如果讓他知道我失去他的兒子 他一定殺了我也有 還有, 這件事一定不可以讓人知道 但是只包不住火, 不能多久 你們真是輪胎, 秋高 太太, 平時在家裡整個屋子都是人 今天鬼也沒有, 我們怎麼找看鬼 不行, 我會生苦 小太太, 你怎麼樣, 太太 快點掃乾淨了, 不然滑傷人就不好了 小太太, 你幹甚麼? 我好想哭 菲菲, 你不是被你鄉樓夫滑傷了嗎 那…現在怎麼辦? 叫大夫來 你怎麼樣? 三姐, 我好痛 忍耐一會兒, 大夫就來了 老爺, 我們已經照足指示 重新鑄造過, 陳司, 你那批金牌 你聽著, 赤金最重要是注重那個城市 這次千萬不要再犯錯了 看緊距離吧 知道了, 老爺 老爺, 時候不早了 我出去準備好車 沒空 老爺, 你剛才聽不聽到老爺說呢? 那些注重赤金的成色 那怎麼辦? 這批金牌之前已經做過了嘛 不過陳司你不滿意 所以才要重新做過 問題是, 之前洩捉的誰先負責呢? 你的意思不會說老闆 用這個藉口說我打的金牌成色不足 比起我們嗎?不會這麼離譜吧? 真是不奇怪, 你看二猶豫就知道了 照二老爺這麼說 那其中一個當然是撒謊了 這個世界何時都是老闆冤禮伙記 哪有伙記是冤禮老闆的 還以為上老爺跟其他老闆不一樣 原來又是一口一口 總之每個老闆都是一樣的 我們幫我們打工 不像是翠仔一樣, 你會招著他嗎? 他會說感情話 你說夠了嗎? 你們一個人會閉嘴 你們是你們的 是呀, 我其實關照你們的打工 你們一個人都不知足的 說錢、說貿、說是非 是不是男人的大丈夫? 有本事的, 走到這個門口 不吃上銀樓的飯 有種這樣做有權說話 如果不是的話, 這麼多給我閉嘴 繼續做事 阿絲, 你說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為什麼跟其他人說 怎麼算? 怎麼辦? 不知道又沒事了 在這裡幹什麼? 老爺 老爺 怎麼一個一個拿好臉 是不是連你們也給我面子看? 不是呀, 老爺 幹什麼吞吞吐吐? 有什麼事就跟老爺說吧 算了… 阿忠, 別人拿去廚房請給菲菲吃 是, 老爺 阿嘉, 拿進廚房, 燉了它 讓四太太保身肝胎 但是四太太的胎… 你說什麼? 說吧 四太太的胎沒了 是, 老爺 菲菲, 大夫說照你好好休息 調理一下身子 將來還有很多機會 幫老爺開枝散業 老爺 老爺… 菲菲 你終於回來了, 真可憐 我平時求神拜佛 老爺做這麼多善事 你閉嘴 老爺, 我對不起你 是我瞑想, 我沒法子為你雞口香燈 那不是吩咐了你好養胎嗎? 徐忠 你沒有好養胎太太嗎? 老爺, 與我無關… 老爺, 你別生氣, 這是個意外 意外?什麼意外? 為什麼我做過拖子?你說吧 是我不小親, 猜到香爐灰 然後閉嘴 香爐灰? 本來我想出去散步 大夫也說對我身體好 但誰知道走過前途 老爺, 我不… 讓我說了 一天都是那個秀幸, 他真是好心做壞事 無端去拜祖先, 又堵上香爐灰 他就飛飛閉嘴 秀幸也不想的 他現在心裡都很不安心 老爺, 是我命綁, 不關其他人的事 殺人呢?他人在哪裡? 他現在在池塘 我現在也在池塘 看到了 我現在在池塘 我現在在池塘 有個事 他在池塘 會有甚麼事 他在池塘 是阿風 還有 我現在在池塘 他人在池塘 他人在池塘 有意思 他在池塘 是 你還有甚麼說話好說呢? 是我對不起上家,對不起飛飛 對不起上家列祖列宗 老爺要怎麼罰我,我都心甘情願 好,交拔試一下 老爺,秀幸一心向種種祈禱 庇佑一輩子便平安回你 他也不知道會闖這麼大的禍 他心裡很難過,他一直在懺悔 投老爺念在秀幸,一直循規道具 求你重興發落 大姐說得對,秀幸豈料為世袖祈福 還有二叔呢? 秀幸是擔心二叔的安危 專門為二叔祈福 現在秀幸真是二叔心 大伯父,現在是新中國 是文明社會 你不可以再濫用私刑 這是我們大伯父的事 麻煩你二婆的事,抓他 大伯父,你怎麼可以這樣? 老爺,你別再說話 你不肯把明明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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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百年來,有什麼地方虧待你 我對你這麼好,你就恢復你的心 老爺… 老爺,我求你不要再打了 心裡就要我捱不住了,老爺 老爺,我願意承擔一切何果 就算逐我出上家 我也不會有半句怨言 老爺,你很想來我們上家嗎? 我告訴你,我再欠一天 你也不必知道 老爺… 老爺…不要,老爺 老爺,我什麼時候沒有大事 都是由我打你的 這次發生不幸 是我管教不是,我有責任 如果你要打,你打我吧 老爺,你不要打我 不要打你自己的,不要 老爺… 老爺,老爺,你先別站起來 老爺,你放進房間 快點放進房間 找了這麼久都找不到二牛哥 他會不會不在附近呢 可能知道我們正在找他 對,所以躲不敢出來 再找找 一天最壞都是那個黃兒猴 害得我現在這麼慘 如果他敢動我弟弟的頭髮的話 我一定把他燒到兩邊 老爺,二六爺,這裡有兩條路 我們應該怎麼走 這樣吧,我們兵分兩路 阿全,你帶幾個人跟我走那邊 細祖,你和阿成帶幾個人走那邊 好… 你們四處看看 總管 走得很累,三張對手坐 總管坐 總管 總管,那晚和阿麻人很小 不知道是帶人吃的 難道他真的帶我弟弟來這裡 小爺,你過來看看 我的血 難道他真的殺了我弟弟 黃兒牛,你出來,我要報仇 總管 總管,我看未必了 牛哥不是這麼兇的人 總管也和他無仇無怨 我想應該不會 你和他很熟,怎麼經常幫著他 你是不是同堂 我只是有話說話說話 總管,你一定要冷靜點 在這件事沒搞清楚之前 你千萬不要衝動 要不然,只會搞到這件事越來越禍 我不用你教我做事 你是客人 我說他有殺就有殺,我沒有 牛哥,抓住他 黃兒牛,你敢殺我弟弟 我今天就要你舔命 總管,你怎麼會把槍放在這裡 你別管我 我對手這隻白牛 我一定要把槍放在身上 別再怨惡我,我沒殺到小爺 總管,你聽到了 二牛哥說他沒殺人 你快放下槍吧 他沒殺那個梯子是甚麼意思 哥,那那件血怎麼會這樣 你快說清楚 今早睡一睡,有一雙蛇爬進來 我怕他咬死小爺,所以就殺了他 二牛哥,那打是死血 是… 你說甚麼都行 我不信 你來吧 細祖,你幹甚麼 二叔,你來得正確 二爺,你放下槍色 二牛哥,你放心 二老爺來到,他一定會幫你的 真是 這件事我很清楚 我知道不關你的事 是老爺冤枉了你 你才一事衝動,做出這種事 真的嗎?多…多謝老爺… 多謝老爺,你別這樣… 你先站起來 你不需要這樣 二牛,你可否告訴我 現在死就在哪兒走 我因為怕這裡不安全 所以帶了小爺去山洞裡躲起來 後來他肚子餓 我打算回來拿點饅頭給他 我現在馬上帶你去找他,好嗎 好… 是 是 是 怎麼會這樣?你們騙我 你不用怕,我保證你的安全 我不會再相信你們 還走不走,想不想把槍弄你 別走 別上去走 你傻子,你幹甚麼開槍 不是,你殺死了他就不知道就官下落了 快追 你怎麼回來了?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你到處去到處去吧 你那邊… 你把槍弄到處去 少爺呢? 救命呀… 救命呀 少爺呢? 你聽到嗎?好像是碰了一聲 那邊 救命呀… 小爺仔 救命呀 你不用怕…我來救你 你把手放給我,來吧 救命呀 不用怕,你相信我 小爺仔,你一會兒把手放給我 我把你救上來,你相信我 救命呀 謀官… 你相信我,你給我,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小爺仔… 小爺仔,你相信他 給我把手放給我,他不會傷害你的 小爺… 小爺仔,小心… 你拉住手 救命呀 不要…把手放給我 小爺仔,你抓住我的手 上來… 小爺仔,你我把手放給我 你示範了,你拖給我 你背部 我不怕 我不會只想去去 你把手放給我 我乖了,你把手放給我 二哥, 你撐住, 二哥 沒事 二哥, 你不撐 二哥 二哥, 你沒事的, 二哥 你沒事的 二哥 二哥 二哥, 你怎麼樣?二哥 二哥哥 二哥 沒事 我早上去了 你不要緊… 你不要緊 阿嘉, 老爺在哪裡? 我不知道, 二老爺, 我趕著去換水 這金槍藥, 這金槍藥拿去哪裡? 我不知道, 我趕著拿水給四太太 三太太在發錦燒, 當然要先拿給三太太 大姑姑到處了, 有大奶吹 二哥 二哥, 你不能進去的 我想看看壽痕 二老爺,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要再接上三太太了 剛才老爺一聽到 三太太幫你祈福 馬上換那支又大又粗的藤條 打得三太太很傷 大哥, 怎麼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為了三太太好 我求二老爺你, 你不要再見三太太了 丑哥, 不要再說了 快點去拿我的乾淨布來吧 是呀, 三姑娘 就算壽痕怎麼不適合 大哥有什麼理由打人才行? 他究竟有沒有當壽痕是人? 做女人本身的命就是這麼苦的 不行, 我不能讓這些事繼續發生 不會 una人, 我們都很好 阿霉使if 阿霞 阿霞 拜託 大哥 你終於回來了嗎? 你又想怎麼樣? 不,我今天請了幾位長輩來 我想有個要求 我要回上銀樓跟你一起打理生意 回上銀樓? 上銀樓一向由我一個人打理你 你懂甚麼? 我不做過,你怎麼知道我不懂? 我說你不懂就不懂 按你的意思,你就是不答應我的要求 沒錯,既然如此,我要求婚家 你瘋了,這裡有幾次輪到你說婚家 爹生前也不說要婚家,你別指望 二老爺,有些話不能亂說 十叔,我想請你老人家主持公道 阿雲,阿雲是我們上家的子孫 他當然是有權回上銀樓 打理銀樓的業務 如果阿亨你說不同意 那他提起婚家也不算過分 十叔,我昨晚喝多了 好,不如讓我睡醒了再談 和我站定 你究竟有沒有把我們這幾把六骨頭 放在顏內? 今早一早我們就來 等到現在你才回來 話都沒說兩句,說走就走 那好吧,十叔 你有甚麼意見的子孫說出來? 只要是合理的,我們做指責 一定會聽的 阿雲,要回家店你不給 想婚家,你又不同意 外人不知情的 會以為你想獨霸整副身家 我們這位長官絕對不可以 袖手旁觀 如果你不同意婚家 那就讓阿雲回去店裡幫忙 聽見沒有? 那好吧,一起又聽十叔敵說吧 那好吧,由今天開始 我就回銀頭幫忙 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